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awesome launch 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Transformers Legends LG 21 Hot Head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那這個日版的盒子都是一個方正的一個盒子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是比較好收納以及收藏的 如果你做那種奇形怪狀的是比較不好收納的 那在盒子的正面這個日版的插畫鐵頭 老頑固 這個插畫畫的非常的正點 畫的比美版的那個吊卡好看很多 那這個日版的商品都是用這個LG做一個編號 它這邊有一個Transformer Legends 然後這個Hot Head 沒錯 它是一個真正的頭領戰士 所以說我又特別買了一個日版的回來 然後再看到盒子的側面這邊有些食品圖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後面這邊也是人物以及載具的一個食品圖 然後以及它這個日版 多附帶了一個這個三變的一個武器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盒子翻到這一面來看 這個插畫畫的都是非常精美非常漂亮 盒子的上面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鐵頭跟身體準備結殼的一個畫面 那這邊它的頭領戰士 好 那這個盒子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 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個玩具有附帶這個說明書 上一集的這個Blur忘了把說明書拿出來 這說明書做的非常的不錯 這插畫畫的很漂亮 然後這說明書打開來它裡面是有一個漫畫的 那個Blur那一款也是一樣 就像這個樣子是一個彩色印刷的 然後在整個打開就是一個說明書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說明書就把它丟到旁邊去 Blur的說明書在這邊 這個插畫也是畫得很漂亮的 蠻精緻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載具形態 這個日版的這個玩具它多附帶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美版來說它是要另外購買的 那也沒有這麼貼近鐵頭的這個顏色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基本上 塗裝刻畫還不錯蠻可愛的 然後呢可動性這個是可以動的 在這個坦克模式之下 它這個砲管是可以移動分開移動 然後它也可以跟這個頭領戰士做一個互動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這個腳插在這裡 然後它就好像坐在這個坦克上面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這個坦克呢 它是一個三變的一個模子 然後它是可以變成一個飛機的一個形態 那變形步驟呢 非常的簡單 把這邊打開來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摳出來 就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這個飛機型態也是可以跟這個小人做一個互動 你可以把它坐在這邊 就像這個樣子 它就可以駕駛這台飛機 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東西呢基本上 有也好沒有也好 因為這個日版的價格是比較貴 所以它乾脆就多附帶一個這個東西給你 那我們來直接看一下它這個載具之下的一個細節 那這個玩具呢 美版的我已經介紹過了 那這個日版的呢 基本上我覺得呢 基本上看起來跟美版的 差別並不明顯 差別並沒有很大 最大的不同呢 應該是說在這個履帶的部分呢 有多了一個 銀色的一個塗裝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多了一個博派的標誌 印刷的是不錯的 然後以及關節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像是咖啡色淡灰色的這個部件呢 跟美版的顏色是不同的 這個東西 一些塑膠的顏色是不同的 其它基本上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呢我們直接的拿出這個 美版的 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的比對一下呢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它們兩款的綠色 是有一點色差的 這兩個綠色呢 放在一起是有一點色差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塑膠件 這個顏色的塑膠件 美版跟日版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然後美版呢 這旁邊 這邊有博派的標誌 以及前面這邊有一個 很小的一個博派的標誌 那日版是沒有的 那兩款基本上來說呢 我覺得 差不多 日版並沒有勝出非常多 兩款看起來 其實差別並不大 那以及在這個一些關節處 在這個美版用的是黑色 在日版用的是這個顏色 大概一個差別就在這邊吧 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呢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然後日版這邊是有塗裝的 美版是沒有 那這個貼紙是我自己貼上去的 看到後面基本上 就像這個樣子 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載具基本上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拿出它的頭領戰士 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日版的 然後呢 這個是美版的 那在這個頭領戰士之下呢 這個塑膠的顏色也是一個不同 然後頭的塗裝呢 日版是比美版好一點的 那我們把它變成一個頭 來看一下 鞠躬 這個日版的臉呢 跟美版的臉 長的是不一樣的 這個呢 我認為是美日版 最大的一個差別 這個美版呢 美版的這顆頭呢 它是根據G1的老玩具 去做的一個設計 那日版的這個頭呢 它是根據卡通裡面的造型 去做的一個設計 那所以說呢 為什麼我又把這個日版的這個頭領戰士 又買了一支回來 就是因為說呢 我想要有這顆頭 這顆頭真的是害死人 我想要有動畫裡面的那張臉 真的 因為呢 我又回去看了幾集的頭領戰士 基本上呢 它在動畫裡的臉呢 長的不是像這個樣子 長的是像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比較還原的 那所以說呢 這個日版與美版呢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說 這個頭 還有說 日版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基本上其他的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東西呢 就先把它丟到旁邊去 那這個載具呢 比較呢 其實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差別並不大啦 我覺得收哪一支都差不多 兩款看起來差不多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這個美版滾到旁邊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呢 先把這槍拔起來丟到旁邊去 滾到旁邊去 然後呢 把這個 腳後面這邊 這個東西稍微翻開 這裡有卡扣 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呢 把這個腳往下放 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扣起來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把這個東西稍微移開 把這個手往外拉一點 然後可以把這個東西 整個的往外翻 翻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是有卡扣 把它扣起來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再把這邊往下折 然後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這邊有個洞 再把它往下折 把它 扣在一起 這樣扣住 然後呢 把它的拳頭 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翻出來 基本上這個變形是非常簡單的 非常輕鬆 小學生都會變 然後呢 腳掌 不要忘記囉 把它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翻出來 那基本上呢 就差不多囉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頭領戰士 我們真正的頭領戰士 不是那些假的頭領戰士 我們真正的頭領戰士 準備要黑浪 哦 真的是非常興奮 那我們來給它 黑浪 哦 黑浪上去 黑浪上去呢 胸口依然是一片平靜 真的是 這邊如果可以有一些變化的話 這個就是真正的頭領戰士 好啦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這個黑浪 鐵頭老頑固 這個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 基本上 身體各部份呢 看起來跟美版的差不多 那 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這個頭 這一張臉 就是我購買它的一個 最大的理由 再加上說 它是一個真正的頭領戰士 它不是一個其他假的頭領戰士 所以說呢 這個日版的呢 我覺得是 可以考慮的啦 就為了這張臉啊 那我們拿出美版的 來給它比較一下 那我們拿出這個美版的 那基本上呢 看起來最明顯 最大的一個差別呢 就是在於這個頭雕的這個方面 那其實呢 其他部份來說呢 看起來是 就是一點點的一個不同 那我這一支呢 是有貼一個官方的細節貼紙 像這個啊 這個 這個黃色這個東西都是貼上去的 那原本呢 就是一個塑膠色 那我個人覺得呢 在美版來說呢 它一些關節部位 這邊 這邊 這個手肘 都是用黑色的 那在日版呢 它在手肘 以及這個手腕 然後呢 以及在這個腰啊 各方面也好 它用了一個不同顏色的一個關節 那 看起來呢 是顏色做了一個區隔 那在美版來說呢 它就是整個一條黑下來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看起來見仁見智 差別並不大 兩個的美型度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最大的差別呢 還是在於這個臉的這個部份 所以說呢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就看個人吧 喜歡哪一個 就收哪一個 那我基本上呢 我是覺得 既然它是一個真正的頭領戰士 所以說呢 我所幸呢 也把這個日版的一起收下來 免得以後呢 之後又要回頭追 又來後悔 乾脆巴結一點 然後 乾脆直接把它收下來 那這個呢 武器我們來看一下 它們兩個的武器呢 基本上 看起來 只有顏色 一點點的一個差別 色差並不大 這個美版的呢 這個應該是日版的 日版的是比較深一點 美版是比較淺一點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的話呢 其實你也是可以說 把它們的頭 互換 互換來說呢 看起來並不會很突兀 看起來其實蠻搭的啦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有兩個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們的頭互換 那看起來並不會說 看起來很不協調之類的 那在 這個是美版的 現在已經有點亂了 美版的這個呢 褲襠這邊的塗裝呢 基本上 感覺是比日版的好一點 感覺 嗯 差不多啦 其實差不多啦 那這個頭呢 還是把它換回來 這個會神經錯亂 到底誰是美版 誰是日版的 搞不清楚 這個頭把它拔起來 這每個人都 好像被砍頭一樣 頭都可以這樣拔來拔去 好 裝回去 那這個 人型之下的比較呢 基本上大概也就像這個樣子吧 那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我個人購買的幾個原因呢 就是說 第一它是一個真正的一個頭領戰士 它不像其他泰坦之戰的一些人呢 是硬把頭拔掉的 官方硬把那個角色 把它頭拔掉又裝了一個 小人進去 那它是一個真正的頭領戰士 我個人是認為說是比較有一個收藏意義 以及價值的 那再來就是說 日版跟美版呢 就是它那個頭 以及 多了一個這個小坦克 三變的小坦克這個配件 那這個配件呢 我個人覺得搭載在這個日版的這個 人物身上呢 也是蠻好看的 忘了示範了 乾脆就稍微示範一下 非常簡單 等我差不多 不用5秒鐘我就變好了 來12345 好了 就這樣子 對這個握柄 啊 miss掉這個握柄 真是的 把它握出來 那基本上呢搭載在這個人物的身上呢 讓它握起來呢 看起來是不錯的 那把它握一下好了 握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你是可以拿著兩把槍的 那看起來是不錯的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 所以說呢 嗯 這個日版的呢 雖然說價格比較高一點 那我個人呢 買的這個日版的這款玩具呢 是一個 二手的玩具吧 應該是二手的 但是我買來呢 我發覺它好像是全新的 那我買的價格呢 大概是新台幣 950塊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OK啦 那基本上這個 這一款日版的商品呢 好像也 貨不多的樣子 蠻搶手的樣子 在網牌上面呢 基本上已經找不到這款日版的商品 那之後會不會再補貨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所幸我看到有同好在出售這一款日版的老頑固 那我就把它納為我個人的一個收藏 把它購入 那跟各位做一個影片 然後分享一下 比較一下跟美版的一個差別 那今天這款日版的老頑固LG21Hothead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Cybertron